好 主要觀眾取得來關新备戰2024總統大選 日前在談的藍白河看起來有點破局的狀態 不過在柯文哲跟郭台銘的部分是不是有合作的空間呢 因為這兩個人最近看起來非常的曖昧 不過周刊就揭露了其實郭柯和看起來是有譜的 而且目前柯正銀的部分主要是走一個尊郭的模式 也推出了可能有三套的劇本 第一套劇本的部分則是以柯文哲擔任總統的參選人 副手部分由郭台銘來進行推薦 而第二種模式則是走一個特使路線 同樣是柯文哲擔任主帥的部分 另外呢這個部分是由柯文哲再來推薦 郭台銘擔任重要的要角角色 第三個則是尋2019年郭柯和之前的模式 也就是由郭台銘的部分來推薦不分區 到民眾黨初來角逐不分區 因此呢目前在看起來 因為大家認為說其實實際上在比民調上 柯文哲看起來還是比郭台銘有相對的優勢 因此呢以這個三套劇本的方式 走一個尊郭模式看郭柯能否來進行合作 不過實際上呢 其實現在藍白和你說外界說破局了嗎 實際上上個禮拜這個柯文哲還透露說 在下個禮拜也就是這個禮拜有一個進展狀態 那現在柯文哲看起來跟藍營也不錯 跟郭台銘這邊也在談合作 是否為了要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呢 以上也都值得外界來觀察 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新現場 page 正在看 page 按鈴 372.911 113.123.185 2012.184 2014.188 2014.197 2014.198 2014.199